蜊肉廟 嘿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是黑原 新的一年 saus 不能免俗的祝大家心祥似乘萬事不易 釵蜊滿地呀 那新的一年呢 我們超飲全體同仁 也會繼續為大家帶來 水族的教學與新知識 那進入今天要來分享的主題 也是很多玩家玩到終點的最後一哩路 不換水 懶 就是不要動手 像是現在冬天啊 乾到要死啊 把手放到缸子裡泡個幾分鐘以後拿起來 洗澡澡 那感覺啊 光是用響的就很舒爽 那為了達成不要換水 還不讓魚缸水蒸發完的目標 我們需要它會自動補水啦 最簡單粗暴的 拿個補水桶 外接一條風管 兩個吸盤 與一個微調閥 讓風管充滿水 透過微調閥調整以後 慢慢滴啊 有多慢 滴多慢 欸 那滴配版的自動補水器呢 這不就完成了 那為什麼不用它原本的出水口啊 我在想快啊 DIY太麻煩了是吧 那我們用中階版的自動補水 這一類的補水器啊 操作更簡單齁 只需要換上面的寶特瓶就可以了 打開 我們可以多準備幾瓶水喔 水就先丟著給它瀑氣啊 每次經過魚缸的時候呢 那個瓶子滴完 我們就換那個瓶子就好 欸 黑猿大 那有高階板嗎 有 不過那些太高大上了 不管它 既然你勵志不換水 就要朝著最高境界的賣勁喔 從戰略上藐視對手 從戰術上重視對手 不畏魚人 不管你 但是呢 我要關心你的健康啊 怎麼做 放蝦 不換水的鋼子啊 一定要放米蝦 大和招蝦 這種鋼子啊 基本上都是半放養狀態喔 那需要把鋼子裡面的生態系呢 建立起來 才能夠達到真正不換水的目標 魚口少一點 蝦口多一點 維持恐怖平衡啊 是必須的 那如果真的玩脫了 就換點水吧 那怎麼知道玩脫了 藻類開始出現 水開始有點不清澈 都是立即可觀察的指標喔 用測試劑 Man啦 我們有經驗啦 那為了達成啊 打死不把手伸進魚缸裡面的目標啊 為了還成不換水 不餵食不長藻類的最終夢想 你還需要他喔 殺菌燈 殺菌燈啊 萬聞生意 似乎是好菌壞菌都殺的東西 欸 有那麼恐怖嗎 有喔 所以殺菌燈呢 外面都會用一層殼來保護這個 那配合馬達推動水流 經過殺菌燈的燈管 達到殺菌的目標喔 那市面上啊 有些單獨就是殺菌燈管 就只有燈管一組的 那可以直接使用 喔 這種很便宜 欸 也很恐怖耶 裝殺菌燈啊 除了除藻還有一個好處 可以預防一些細菌性的疾病喔 那除了這種不換水的魚缸啊 你是養高單價魚種的玩家呢 也幾乎都會這樣配置喔 那可以說是很推薦的用品 那我們先不討論生命的重量 那光是現在魚病用藥那麼貴啊 你買個兩罐 都快可以買一組殺菌燈了 這個投資啊 簡直是無比的划算啊 最後啊 提供一個最強的招數喔 召喚吃貨水草 改良皇冠 碎蓮 升綠皇冠 古今草 升綠太佔空間 價格又爛 失去市場青睞 現在已經幾乎找不到啦 那古今呢 有一定的難度 種植啊 真的是製造最瘦啊 推薦改良皇冠 與碎蓮 這兩種喔 改良皇冠呢 我們從十多年前的東方皇冠 開啟了第一槍 一直到四五年前啊 雖然已經整個日落西山了 但是它仍然在市場上 有固定的品種在流通喔 像是我們一直有在出的 食人魚皇冠呢 就是一個經典的 這草啊可大可小 生長速度呢 又比生育來得快很多喔 根系又發達 吃起肥來 不跟你客氣的啊 那這就很大程度的 降低藻類出現的風險喔 碎蓮啊 就更不用說了 四色碎蓮 直虎碎蓮 都是四長寵的 冬天來說啊 四色的生長速度會 非常的慢喔 你小鋼啊 多種個幾顆 強光下你甚至可以當作 前景草來栽培喔 等到夏天來臨的時候呢 就可以收割送人啦 直虎啊 更不用說了 一顆的根系 就可以蔓延整個一次缸 說它是土霸王 真是一點也不為過啊 那這兩種呢 作為不換水魚缸的主景 除了觀賞無外 還兼具抗橫藻類的職責 真是居家旅遊的必備糧草啊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準備了一盞天賞的45公分 高功率燈具要贈送給大家 我們將從底下留言中呢 抽取訂閱我們 AC草原水族頻道的草友 那草友們呢 對不換水的魚缸啊 有什麼切身經驗分享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齁 希望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我是黑猿 AC草原水族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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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為你們下次見 節目